这边根据指数率 现代电脑网络资讯发达 许多工商企业和教育机构 也开始将网络资讯整合 运用在教学上 桃圆市的明宣数位国中学院 使用巨匠电脑状元奇迹诊断系统 以这一套经济部工业局计划支持的教学计划 快速帮学生分析学习上的弱点 让学生加强练习题 使学习更有效率 系统教学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有国中三年的六项科目 还有十万个动态题目解析 动画教学界面 培养学生念书的兴趣 比起一只死背课本内容和换算公式 逻辑清楚和教学生动的 状元奇迹教学系统 让明宣数位学院的学生 能更有效的学习 这套系统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诊断测验 因为它的诊断测验的题目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就像我们在玩游戏一样 一个一个关卡这样子 如果说你第一个观念的关卡没有过 它就会帮你记录下来 然后再分析说 你这一题之后要出什么题目给你 所以这个系统可以很准确的抓准到说 学生的盲点在哪里 明宣数位学院特别引进巨匠国中壮人奇迹 这个超级超时代的学习神器呢 能够让孩子能够轻松考出好成绩 那未来的学习呢也更加有自信哦 明宣数位行销的执行长陈伯中表示 因为自己小时候是单亲家庭 学习能力不好 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 成为美国微软总公司国际认证讲师 因为深刻体会学习的重要 所以才立志投入教育事业 除了成立数位行销公司 协助学生考取证照 也一直想办法要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 陈伯中老师对教育充满热情 课余时间还会到学校帮社团的学生上课 希望把明宣数位学院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 推广到整个陶竹苗地区 让更多学生得到优质的教育 我们的规划是 倾听、创新、服务、整合 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家长 包含到我们公司未来的模式 都可以变得更好 未来的方向就是希望说 可以整体服务到我们陈伯地区 所有的家长包含到学生 因为在我们弱势地区的孩子还是居多 那也希望说把我们这么好的资源 提供给我们陈伯地区所有的孩子 目前明宣数位国中学院在桃园市已经有三个分校 总校在鸿昌九街三号 另外在慈文路和大友路上设有分校 明宣数位学院的教学环境宽敞明亮 教学设备齐全 结合传统和数位的教学方式 拉近学生和教科书的距离 而且采用小班制度 学生和老师能轻松地交流互动 让学生补习不再觉得无聊有压力 学校成绩提高 也培养主动学习的动力 我觉得老师很棒 然后系统让我曾经进步 然后里面的题目不要多远 上课有趣 然后教材很清晰清楚 教师环境好 小班制容易问问题 明宣数位学院的老师上课幽默风趣 让教学气氛融洽 活泼好动的学生也能够专心认真上课 培养出乐于发问的学生 容易理解问题的状元奇迹系统 加上明宣数位国中学院 富有爱心和耐心的老师们 学生轻松快乐学习 家长也更肯定更放心 记者陈文旭张家琪桃园报导